屈膝卑躬的這個吊吊 彈都不敢彈耶這個東西 讓外面覺得很挫折 怎麼會部長講這個話 讓我們很挫折說 啊你是不是幹什麼 不是 國安部是不是幹什麼 那政府對美國政府 可以說NO吧 人家一副都不敢說NO 這樣子 然後政府雙手一彈 這個對美國政府 我以為這樣講的話就太 太失臟了 我們怎麼會弄到最後 發的錢還聽他的呢 但不能講哎呀 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 好像 這不是對我就是你推250嗎 你推250 我們錢造交 他就給你delay 然後我們雙手一彈斷了 所以錢沒有造交啊 就是說我所看到這幾年當中 未來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現在這個時候 比 當初我講的更嚴峻 或者稍微低 這看我們那邊的狀況 所以他第二他海峽中線的概念 他把它打破 沒有了嘛 他把它打破掉了 對 這就很嚴峻了 所以比你202 已經講更嚴峻了 對 可是他平常動作的 又沒有像以前那樣 那麼大 那就稍微好一點 但整個平均來講的話 嚴峻還是一樣保持的 對我來講 以前如果是 把它B級啦 ABC的B 現在是不是可以 upgrade到A級 嚴峻程度 應該B加 B加級才 B加級 就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好 沒有鬆懈 請問你 請問你 觀察指標 老百姓想要知道 現在到底 要不要準備打仗啊 這個 這個 觀察指標 可不可以講 大陸的飛機 老台的架數 可以是一個指標 可以嗎 這是參考的之一啊 但並不代表講說 加速一增加了 就要大動作 但這個狀況 我公布不能幫他講 畢竟掌握主動權是他 來挑釁是他 不是我們 那再請問你 現在他航母出來了 山東艦出來 就距離東部那個地方 就幾百里啊 對 是不是讓我們 嚴峻程度增加了 一定的 因為以往講說 對東部來講的話 我們 甚至一開頭 我們還把他當作一個 我們戰備 囤儲的一個地區 但 事實上這幾年來 我們觀察部也在 跟各位強調啊 就是現在台灣防衛中央 槍暴於是講 沒有什麼前方後方 就這個道理 我可以不可以講 因為有他的航母在那裡 虎視眈眈 我們的台灣東部 幾乎是 門戶洞開 可以嗎 門戶大開不至於啊 因為不是 事實上我們國軍 也不是好像這個 在邊 就兩眼八發的人看到 我們有對應的 你在2021年又說過 2025中國大陸有 全面 換台的 犯台的能力 這句話 有提前嗎 還是引後 他一直有犯台能力 但他打一個什麼地步 他看我們 我要讓你犧牲到 你認為滑不來 這是我們在做的 美國的兵推所有 打人慘烈 8萬解放軍進來台灣 可能嗎 這個我們不能講 可能不可能 因為事實上 兵推啊 每個 取材的背景 跟他這個 給他的因素 是不一樣的 你對這樣的描述 你接受嗎 還是 我我只覺得他是 可能是這個狀況 當中的一個結果 你不太接受 你不太接受 我不覺得 不接受 這個狀況 他產生這個結果 我想加諸其他的狀況 結果就絕對不一樣 有人提到說 用機器人來打他可以嗎 那都是選項之一啦 但是 人 有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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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覺得不完全可能 不 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畢竟人 美國也沒有用機器人打仗 他部分 利用在這個資源方面 他是強化啦 強化 他沒有用機器人打仗的 這個 畢竟人是要 第二個問題 我請教你 外界看到 你看這次F16 交貨delay 你知道 在立法院審議 多久就給你們通過 你知道嗎 幾天 你知道嗎 部長 你可能不記得 我告訴你 25天 你們要的總共快2500億 2470幾億吧 快2500億 幾乎沒什麼三 就通過啦 結果現在 delay 交貨delay 暗示魚長 會彈 delay delay的武器多了 那 delay什麼意思 我看了所有的報導 都說因為 美國認為烏克蘭比較緊張 把武器先給烏克蘭 這某種程度 是不是美國認為 台灣相對不緊張 所以 delay 往後一點 沒關係 你同意嗎 這樣講吧 我跟委員報告 他這個 我們剛剛不同意他這種 觀點 所以我們也很多方法 在跟他交涉 可是還是delay啊 還是delay啊 但目前他有一些作為 可以來 把後面 你今天正式對外面說 政府對政府 所以沒有 一個 違約處罰的條款 部長 你這話一講 我們就覺得 好像你們在美國 只有 只有這個屈膝卑躬的 這個調調 談都不敢談耶 這個東西 讓外面覺得很挫折 怎麼會部長 講這個話 讓我們挫折 這樣是不是做什麼 國安部是不是做什麼 政府跟政府的交涉 沒有這個罰款是一定的 但我們假如說 對這個工商團體的話 就好像買物賣物 我知道 但是最少 我們政府 對美國政府 可以說no吧 人家一副都不敢說no的樣子 價格他定 像mq mq什麼 9b 那個那個無人機 我買的貴的鑰匙 一架平均5點多億 印度 一架1億 這個阿聯 一架1.6億 人家還有武裝 我們只有偵查而已 買的比較貴的好幾倍 買的比較貴 交換比較晚 然後我們政府 雙手一攤 這個對美國政府 對美國這樣不能講話 白話文就這樣講啊 跟委員報 委員會這樣講的話 就太 太失臟了 我真的白話文 白話文 我們怎麼會很好 最後 花了錢還聽他的呢 所以這句話 一講以後對不對 我想因為政府跟政府之間 均購案 沒有這種罰則 這個一個事實 但不能講 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 是喔 你真是假的 你真是假的 用外交的 用駐外人員 跟我們平常定期的會議 他外賓來以後 我們強調 所以他也在一點點 本來我今天不想來 我看你面對 媒體這樣講 我看得過 我那沒助理啊 就覺得好像 政府的動物 就一投一百五啊 一投一百五 政府對政府的均購 沒有講 你怎麼樣要罰款的問題 所以不能處罰他了 所以 我們錢照交 他就給你delay 然後我們雙手一談斷 所以錢沒有照交啊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得很 他們也講得很清楚 他利益 到達這個地步 我們才交錢 這個是我們在做的 沒有想說 他每一年一定要交多少錢 他見付沒有出來 我們的錢就停止 沒有你剛才沒有回答我那個問題 他把我們delay是不是認為 台灣現在相對 沒有烏克蘭那麼緊張 對嗎 這句話 我跟委員報告 台灣相對有沒有哪個國家緊張 別的國家講的 跟我們很多專家學員講的 都是一個參考 就我國安部立場來講的話 我們每天都很緊張 你都很緊張 對在我們肩膀上 所以 其他國家言論 專家學者言論 我聽 我當參考 但我不以為 他的論調一定是對的 你現在要緊張到 睡不著嗎 會不會 緊張到睡不著 會不會 這我私人的這個 不要在這邊講 還是緊張 最後一個問題 美國25家金火商來了 請問最直接的 能不能請他投資台灣的 相關的 即便是比較low in的 都沒關係 投資我們 軍工產業可以嗎 我因為 跟他根本沒有碰到面 這個意見 是怎麼樣 帶回去吧 可以嗎 他帶他 自然有人去跟他講 不是我跟他講 因為我跟他面對沒 他如果能 台灣 投資台灣 相對提供一個保障啦 我是這樣看 事實上台灣防衛作戰 我們的硬體 如果有任何一樣 方法 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只要他這個料件 對我們防衛作戰有 有利 我們都樂見其成 但一定要與法有據 不能講 預約了 這個 他投資什麼 預法 這投資就 極的雄散 還什麼 還什麼 預法有據 就 你應該樂見其成啦 樂見 軍火商來投資台灣嘛 這樣增加台灣的安全性不是嗎 我樂見其成 結果就剛 我剛剛委員講的 美國講什麼 我們都照單收 不不不 不不 好 你管你很快 我再跟委員報告喔 我剛剛講的意思不這樣子喔 好像美國講的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一直要想辦法 一直要做這個辦法 我聽的感覺就是 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才來的啦 好 好